长期以来,高血压、糖尿病都深深困扰着想要买保险的人。 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高血压,糖尿病都是慢性病,一旦罹患之后终身不可逆。 虽然现有一些水平之下,这两种慢性病并不吓人, 多数人只要及早发现就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延缓高血压、糖尿病等病程发展。 但是基本上都需要长期服药控制了,二是因为高血压、糖尿病容易引发并发症。 比如动脉病患、心脏并发症、脑促重、心脑血管疲病、生存害和眼底病变等。 基于这两点原因,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的出现概率高,保险公司承保风险高。 因此,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投保重机险。 如果病情不是很严重,有可能被加倍处理。 如果病情较为严重,则有可能直接聚保。 如果投保医疗险,由于医疗险比重,机险赔付概率更高,则即有可能直接聚保处理。 但是,并不是说到了高血压,就一定不能满意疗险。 程度较轻的高血压患者,还是有可能顺利承保的。 一款非常火的百万医疗险重案尊向医疹为例。 它的健康告知里对高血压患者有如下描述,或书张压大于100毫米共柱,尊向医疹关于高血压的健康告知。 换句话,如果被保人仅仅值一级高血压,还是可以正常承保的。 怎么看是不是一级高血压? 只要看测量出来的血压值,上面那个值收缩压是不是小于160, 以及下面那个值书张压是不是小于100,都满足的话就可以投保。 高血压具体分剂,糖尿病具体分型。 但是,我国是世界上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最多的国家。 高血压患者高达2.7亿人,二级级以上高血压患者加很高比率, 这部分人基本就被医疗写去之门外了。 同时,我国糖尿病患者也达到了1.14亿人次, 这部分人也直接被医疗写去之门外。 我国高血压,糖尿病人群基数这么大, 加拿保障教权的商业保险, 却普遍难以买到,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之前患者能尝试的主要是防癌症,防癌医疗症, 专保高血压,或糖尿病病发症的病症荣或者意外症。 比如一款叫吻压宝的产品, 可以保障脑中风后遗症, 高血压性心脏病例之术, 中末期肾病科主动脉加疼, 肚脉流这四种高血压病发症。 一款叫前面人生的产品, 可以保障脑中风后遗症, 中末期肾病, 截肢, 失眠这四种糖尿病病发症。 但是, 购买宝额充足的医疗血, 却始终是一种奢望。 现在, 重安推出了一款阿伦, 医生住院医疗保险, 让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也有了购买医疗险的可能, 着实打破了保险观察一直以来的观念, 可谓是高血压, 糖尿病患者的服务。 怎样的人群可以投保? 虽然这款医疗险是针对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设计的, 但并不是承保所有的患者。 从健康道之中, 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三次测量的平均控肤血糖水平不能超过8, 0毫无二每升, 平均残后血糖水平不能超过12, 0毫无二每升, 而最近三次测量的平均神缩压不能超过170毫米拱柱, 平均舒张压不能超过105毫米拱柱, 安稳医生部份健康告知内容。 对比高血压、糖尿病的分析分析标准, 对于收缩压伸张压值, 相当于两级高血压的中间水平。 血糖水平鉴于精度糖尿病的高值和中毒糖尿病的低值之间, 和尊享病生这样的百万医疗血相比, 对高血压和糖尿病的限制条件方宽了不少, 让更多的患者有投保医疗血的机会。 但是一定要注意健康告知中对收缩压、 舒张压和血糖水平的规定, 如果超过了的话, 同样是不具备投保条件的。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安稳病生不承保医型糖尿病患者。 保障内容如何重安安稳, 医生承保18到55周岁的人群, 收赐投保年龄不能超过55周岁, 只要在55周岁前投保, 就可以绝保到80周岁。 作为一款可以同时承保高血压和糖尿病风险的医疗线, 安稳病生在保额, 回复比例和等待期上做了一些限制。 不过, 测数门者的保额只有5万元, 测数门者保额下降至5万, 测数门者的保额被下调, 在有的医疗血中也会采用。 但是尊享精神剧类的带望医疗血, 是没有下调的, 这个一定要注意。 除了测数门者有5万的限额, 其他主缺医疗保血金, 则最高可以报销50万, 并且包含舍保目录外医疗费用。 此外, 这款安慰医生同样有1万元的免赔额, 超过免赔额的部分报销比例是90%, 是的, 不是100%报销, 个人需要支付10%的医疗费用。 而且, 不同于一般医疗写30天的等待期, 这款的等待期是90天, 因为高血压, 藏鸟病患者的风险必健康人群要高, 通过限制报销比例, 提高等待期, 可以降低一定的赔负率, 以确保产品可以持续经营下去, 毕竟一款持续亏损的保险产品, 是无法长期运营下去的。 不过, 作为一款高血压, 藏鸟病患者, 可以同时投保的稀缺医疗险, 保险观察认为这点缺点, 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的, 去保条件看一款医疗险好不好, 除了看保障, 看价格, 保险观察认为最最关键的, 还是要看去保条件。 这里, 保险观察要再次强调一下, 我内没有任何一款真正保证 去保终身的医疗险, 有关这个问题, 保险观察在我的专栏里多次强调过, 比如这篇文章, 客室还是有一些不懂保证 去保含义的业务员要来做杠金, 今年5月, 银保监会发布了19号完, 列出了长达52条的保险负面清单, 要求各保险公司彻查, 并将回归产品下架, 这其中就提到了部分医疗险追求营销学头, 设置所谓中身给付限额, 可怜是投保等概念, 要消费者误以为保证去保, 甚至让自家业务员都误以为是保证去保, 此类产品必须进行清理, 在银保监会发文之后, 一直以来营造则众物导的华XEX通产品, 终于宣布即将停售进行合规调整, 银保监会19号文中的负面清单, 一款医疗险, 如果你认定的好, 可以一直让投保人去保下去, 但你不能在产品销售的时候, 就承诺终身保证去保, 所以, 目前市面上去保条件较为有好的医疗险, 能够承诺的是, 只要产品没有停售, 消费者就可以续保下去, 即使之前被保员已经发生过理赔, 或者健康状况发生了变化, 保险公司也不会单独调整这一个人的续保保贷, 众安安稳医生是否符合直接的续保承诺呢? 直接看下图, 在合同条款中, 对联系头马尔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 续保条件还是极为友好的, 和尊项医生, 平安医生保之类的百万医疗险续保承诺相同, 安稳医生的续保承诺条件友好, 保费贵不贵,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大家伙最关心的问题, 产品的价格贵不贵, 一款可供高血压, 糖尿病患者投保的医疗险, 保障是很好, 但是如果价格太贵, 普通人买不起, 那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我们选取了两款热销的百万医疗险, 和安稳医生进行费率对比, 和年龄段费率对比, 通过费率表, 我们可以看到, 安稳医生的费率比最小医生要贵, 但是比安人真爱却要便宜, 考虑到安稳医生, 可以承保一部分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 这个费率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甚至可以说是极为便宜, 当然, 这三款产品的保障范围, 保额和赔付比例均有所不同, 单纯比较保费是有身攻运的, 此处只是通过费率表的对比, 让大家有个直观的认识而已, 目前, 安稳医生在不支持智能核保, 如果不符合健康告知, 哪怕只有一条不符合, 也就不去被投保抄件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